我記起,今天應該是劉曉波在30年前去天安門廣場去勸那些學生走 他就發表了6.2的宣言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故意間這一天 是30年前 他和高山 高山和侯德堅、侯德堅第一色 他和高山都在大陸 劉曉波都在大陸 不過骨灰已經滲在海裡 所以我被人傷感 30年前 劉曉波就是因為 他想去制止那些學生死守 因為他知道軍隊一定入城 一定殺他們 所以他想去制止那些學生死守 所以他想去制止那些學生死守 因為他知道軍隊一定入城 所以我其實想 我看了整個東西 還有什麼好說呢 劉曉波本身他 在1989年的時候 應該在哥倫比亞大學 做著博士生 他在中國的文壇 說是誰都敢罵 他說中國應該被人靜民地 靜民三百年才能夠 你看他一生人 我不說其他人 他勸那些學生走 那些學生不走 然後再回到廣場那裡 那晚 青華應該去現場 他跟軍隊談判 那才說 那些學生沒有死得那麼多人 他也都將 當日那些 工人拿 搶了 不知道還是偷到的機關槍 弄爛他 這個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那時候 在1989年 30年前已經簽了一張生死藥 他去勸別人不要死 然後出來 他認我錯 他將他一生人 就 放下去了 其實他不是不可以走 共產黨整天都想他走 在1996年 他跟王熙哲簽 就是發表了一個叫做 雙十孫言 王熙哲 當日是最出名的政治犯 坐了十二年牢 立即走 去了美國 劉爾波選不走 1999年放出來 到2008年 他就是寫了 他就是寫了這個 零八憲章 他沒有再出回來 他不是提早釋放 他是提早死亡 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不用說 你是否中國人 你只要用心去看這個 在六四 那些人做的事 或者在六四之後 因為 要平反六四 在大陸被人拘捕 打死的人 就知道 所以我覺得 每一年都死多一個人 王琦 是我十周年 寫穿難 他因為要去 將 那年六四 悼念活動 扔上自己的天網 他本身當日是公安部 表揚他的 現在變成街下走 現在還在牢 今年三十周年 他已經快要死 所以我覺得 非常幼稚 就是那幫本土派 或者港獨派 真的非常幼稚 你不用說 你是不是 你不用說 他是甚麼人 那些人是死 你就要去做 我覺得青華也很好 或者舒琴也很好 是我們才做到 因為你就不能在香港出生 因為我們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除了共產黨和台灣之外 最大的華語罪 華人罪 就是用華語的區域 當然新加坡是另一個 他可以說 Mandarin 那 我覺得其實這個責任已經是 有了 還有我還想補充一句 剛才我看到 你們 用 昆特拉的笑望書 其實我想一下 如果從現實的政治說 就算你主張香港獨立 喂 這個 這麼大的帝國 帝國傾退 或者某一個省 某一個部分傾退 難道對香港獨立的運動是差了嗎 我看不到 就算你主張香港獨立 很簡單 我記得 因為昆特拉是捷克人 他看到捷克被蘇君入侵死的人 我們現在去到廣場看到有兩個年青人 因為抗議蘇君入侵 是燒死了永遂千古 或者我們去布達佩斯 1956年 是沒有半個布達佩斯 不是像我們這樣 六四死幾千人 整個布達佩斯不見了一半 因為可以坦克 那 匈牙利人 捷克人 羅馬尼亞人 保加利亞人 波蘭人 他全部都不同國族 但是他要傾退 那個蘇俄大帝國 所以他們經常開會 折克波蘭 匈牙利人 一起開會 將自己國家死了幾多人 將自己國家的鬥爭經驗一起 share 我想說 我鞠躬了很久 就算你是主張港獨 你有什麼理由是說 一個在統治你的大帝國 跟你沒有關係 就算你是 他的傾斜是跟你有關係 所以我在這裡 因為我知道今天拍 所以我希望各位 主張港獨 或者本土的朋友 你真的要想想 現在你打到來了 現在打到來了 是不是 我覺得 我講話從來都不講廢話 六月九號 一傳十,十傳八 六四晚 你都要去啊 六四晚一小人 那些人又覺得 原來香港人 又退了 你知道香港人的了 六四晚少了 他又說六九 我也不走 是不是不行的 我們真的有一個責任 不是對別人 是對我們自己的良心 是不是 我們看一套 善情的電視劇 或者看一套善情的 horror film 我們都會流眼淚 那些是假的 那些是真的 這些是真的 如果你要看一本小說 或者看一套 荷里活片 或者Bollywood 或者任何一套劇 你會哭的 就是一個觸動了真正的感情 怎會真實的 觸動不了你的真實感情 就要看一套努力 其實我就是說 說完就算了 其實我從來都不再看六四的東西 六四的那天 很多人都知道 當我老婆 我前妻打給我 和我一個同志打給我 她真的開槍 我先睡 她問你為什麼要先睡 我明天有很多事做 其實我不想相信這件事 因為我的本能 我一悲傷我就會適制 不是,我都不會這麼長命 我一悲傷我就很累 我都不想見 所以我都不看 所以我看的時候我覺得 又好像很陌生 我都覺得為什麼我不想看這些東西 我都不想面對這件事